姑娘 作词 李宗盛 荟宋 母船 与我船 剑 � bureaucracy 天边的六月 照人心两面 越闻到修鞋 越困越妄念 爱似烟火里初见 来修炼心如钢铁 谁知修到结尾 沉碎了初见 一念凡成一念线 爱我与之间施予流年 谁错谁又对 都是执念 生生灭灭皆如云烟 不蝴蝶 反尘不念写 我执念和你功夫幻灭 黄泉荡桃园 至少很美 手中间曾听过蝴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无论谁在这个位置上 都不会比你做得更好 局势如此 总要有所取舍 大是大非 就由他人说去吧 我所做的一切 我所做的一切 只希望 小夕不要受到任何的伤害 大祭司 别说了 是 华月 麻烦你替小夕整心秦梦 这一日发生了太多可怕事情 我怕他在梦中也会感到不安 是 不知广州的事是否传到了长安 咱们离开广州已有月月 朝廷怎么说也该知道的 可是 这里的人 似乎是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 朝廷就算接到消息 也不能广而告知 否则还不下此然 二皇子与刘岳成来往甚密 如今向来 朝廷之所以迟迟没有对安阳 朗德寨等地的举目灾患 做出应对 想必 就是他在从中做歌 没错 如今二皇子在朝中 只手遮天 若他想要封锁消息 必定易如反掌 二皇子是不是疯了 就算刘岳成 帮他争夺到了皇位 可这天下 要是被刘岳成荼毒 他是皇帝 还不成了 孤家寡人 只怕 二皇子根本就不知晓 刘岳成真正的图谋 父亲 真实的 第二皇子 Wenne 快去 快去 快れる 快来 快 京 Kevin 快離開 快了 快 hut 快иться 快点手机 你们刚刚从这儿路过了 吴翼呢 小椰子在哪儿了 月秀 月秀 吴翼 吴翼 小椰子跑哪儿去了 吴翼 吴翼 狼王 你绑着我干什么 赶紧给我松吧 听见没 快放开我 听见没 吃吧 狼王 你到底想干什么 如果你现在不吃 一会儿上路 想吃都没得吃 你以为这两条绳子 可以困得住我 你 你 这 不用费事了 我知道你小子 现在今非昔比 所以我们提前在 米药中加了些化工伞 你 狼王 你还想帮我回捐毒啊 吴翼 我倒想问你 你为何要骗我 我骗你什么了 你明明知道 当年投放在 捐毒的举木枝 来自一个叫 刘岳城的地方 对不对 你为什么要瞒我 告诉你又怎样 告诉你又怎样 只不过多一个人 多一份威胁而已 难道你就不怕危险 我和你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 大家命只有一条 都是肉体犯态 不一样 最近一段时间 我调查了许多 关于刘岳城 还有举木的事 像刘岳城这样的地方 不是咱们反人 能够对付得了的 不可能 刘岳城突毒人尽 我的很多朋友 都已经被害了 我不可能放手不管 那就别怪我 绑也要帮你回眷土 郎王 你还不明白吗 如果不彻底 打败刘岳城的话 人家 就再也没有立足之地 西域也好 中原也罢 只不过早一日 满一时而已 你什么意思 你难道还不知道 广州的事情吗 广州怎么了 刘岳城向广州 投放了举木枝 那广州岂不是 虽然我们有亲眼见过 眷毒灭国时的惨象 但是广州 有过旨而无不及 郎王 我已经得到确切的消息 刘岳城下一个目标 就是承安 你要是不相信的话 可以跟我一起去承安 一探求敬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刘岳城已经开始行动了 长安关我们什么事 当年圣元帝一声令下 中原出兵灭了我们捐毒 我倒是想看看长安大乱 让你们也尝尝 国破家王的自我 你 老王 那有一对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你们要是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你 有 对 这个 都给我麻粒的 耽误了二殿下的事 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十二皇子的那个首相 停 月无一 拦住他们 把他给我拿下 看着月无一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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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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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易 你闹够没有 狼王 你听我说 那辆车里面 撞的全部都是举木枝 你胡说些什么 这不过是你们皇帝下令 要在全城栽种的树苗而已 狼王 你别幼稚了好不好 真的是举木枝 狼王 你不要被他骗了 岳无义是怕你逼他回去复国 所以编了个谎言 你还不明白吗 狼王 你要是不相信的话 我证明给你看 跟我来 这副味道和当年残害捐毒的夭制一样 好 近日长安城家家户户 都在栽众他们 糟了 我得赶紧回长安 等他们大部队一到 就来不及了 乌亦 狼王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就别再拦我了 就算你把我保回去 我爬也要爬回来 乌亦 你想清楚了 与六月城作队 很可能是死路一条 狼王 我从来都没有忘记 我身上流淌的 是捐毒血脉 但我从小长在长安 那里的一草一木 一人一物 都是从小陪伴我长大的 我已经失去了一个故乡 我不想再失去第二个 老王 保重啊 驾 驾 老王 岳无义愿意去送死 就让他去 咱们回去 你要去帮他 不行 太危险了 一不小心就会送命的 你咒我 就是不行 你万一出了什么事了 狼体怎么办 月全村怎么办 你们女人就是麻烦 她可是我的七兄弟 难道 你让我眼睁睁看着 她去送死 却什么目都不做 狼王 站住 暮沙听令 三日内 若没有我的消息 你别带着全体狼体帮 折返西域 可是 咱敢没靠 邦归处置 别哭了 别哭了 我明白 你明白什么 我明白你的心意 狼王 狼王 什么事 这枚护心镜 是我爹留给我的 小时候 他曾救过我一命 你总说我是女人 留在你身边不方便 希望我不在的时候 他能替我护你周全 好 我知道了 回来再说 你人就是麻烦 等我回来 我等着你 你答应我 一定要活着回来 老婆 大胆 你们这帮狗奴才 谁让你们擅自挪动 本宫的花草的 公主 我 我也是奉旨行事 圣上 住嘴 我现在就要去面见父皇 好 参见公主 公主 圣上包养敬仰 一下子任何人不得打扰 那你快去禀报 就说我要见他 公主 请回吧 圣上说了谁也不见 你 你这个狗奴才 你有什么资格 替父皇做决定啊 快进去禀报 如果他说不见我 我立刻就走 公主 二皇子有令 就连我们 也不能打扰圣上休息 什么 那 你们有多久 没见到圣上了 有半月之久 公主 公主 请公主留步 公主恕罪 我们若放您进去 是要调倒他的 本宫现在就要见父皇 你们谁也拦不住我 公主 让开 小姨 我去 二哥哥 父皇身子不适 你就别去打扰了 父皇不是说 谁也不见吗 你怎么会在这儿 父皇自有要事 嘱托于我 你没有必要知道 还不快退下 还不快退下 你在这儿吵吵嚷嚷 不怕打扰父皇休息了吗 好 那 劳烦二哥哥 转高父皇 我 召唤你曾来探望过 爹 娘 吴依 我回来了 逸儿 逸儿你回来了 你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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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依 小叶子 月兄 你回来就好 吴依 出什么事了 怎么一晃你就不见了 没事 我 快让娘看一看 有没有受伤啊 没有 你跑去哪儿了 也不跟大伙交代一声 万一要是有个闪失 那让爹娘可怎么办哪 娘 你这次出去这么久 连个信也不给 在外面是不是没吃好啊 你看你 都瘦了 娘 夫人 你呀 这孩子 夫人 回来了就好了嘛 少爷 少爷 如意 如意 这棵树苗哪儿来的 是这样子的 当今圣上下旨 每家每户 都得栽种这种树苗 就算家里有花树 也得推平 得把新树苗 西树栽到院子里 万万不可 为什么 这树苗的气味和色泽 简直和广州城的 西域齐花一模一样 你这儿 我看你 你这儿 你这儿做什么呀 你这儿怎么了 如意 府上 可还有这种树苗 没了 我们府上 就领了这一棵 你听好吗 今后不管是谁 送来这种树苗 绝对不能受 当今圣上也不行 听见没 你先下去吧 刚才所发生的事情 就到没看见 爹 你还记得 令娟独国 一夜之间灭国的妖职吗 当然 你是说 就是他 虽然比落入城中的妖职 小了许多 但这色泽和气味 我绝对忘不了 怎么会这样呢 难道圣上 一嫂 刚才我在回来的途中 碰见了二皇子的手下暗号 他正带人押运一批卷墨汁 进长安 二皇子 难道要将长安送给刘月城吗 莫非 对 她真的失心疯了 二皇子会不会 也受了刘月城的妖心 不排除这种可能 姿势体大 正如叶儿所说 长安城恐怕 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既然是圣上下旨 栽种这种庶苗 我们也不好明目张胆地 把他铲除吧 就算铲除全长安的数苗 也无济于事 关键在于朝廷 再重一批 不过是一道旨意的事 圣上此刻 恐怕已被二皇子蒙蔽 不行 我要进宫面圣 亲自说明一切 老夫跟你一同前去 一则 我也跟你一起去 人多了 凡人引人注目 万一要不这样 大家都在府中等消息 我跟一则一起去 好 事不宜迟 马上出发吧 那你们一定要小心行事 伯父 伯母 大事不好了 盗宁 周宁 公主你怎么来了 巫逸哥哥 你回来了 你们都在哪儿 三哥哥 这 又是从哪儿来的 漂亮姑娘 赵宁 先说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对了 对了 我 大事不好了 我怀疑 父皇已经被二哥哥 软禁起来了 什么 你 过来 公主有个吩咐 你们都把衣服给我脱下来 这 这脱 快脱呀 这 不脱不脱 益泽这样好俊俏啊 小叶子也好可爱 益泽 你们这次去 可一定要多加小心啊 我一定会平安归来的 一定 你就没一点表示啊 表示什么呀 干吗 干吗 你看人家仙女妹妹多担心一则呀 你就不担心我呀 快去吧 别耽误了 营救圣上的最好时机 若事不可违 也不必强求 不 我们还可以从场计议 喂喂喂 你们俩也太欺负人了吧 当着我的面 就开始紧紧问我了 岳兄 出发吧 找您 找您 闻人鱼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把 吴依格格还给你的 一个毛都不会超 赵宁 我又不是伤口 你 我相信你 走吧 我相信你 只能传送到这儿了 现在也不知道 东大殿里边是什么状况 我们不能贸然进去 好 那跟我来 如果遇到什么状况的话 就只能交给你摆平了 好 放心吧 本宫也不是吃素的 咱们走这边吧 走 好 站住 站住 公主 来 参见公主 公主万安 起来吧 谢公主 公主 什么事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大胆 这里是皇宫 本宫要去哪儿 还要向你禀报吗 公主息怒 不 属下也只是奉命行事 这两位 之前怎么没见过呀 我们 闭嘴 你解释什么 你是本宫的天生侍卫 还需要向别人解释身份吗 是 属下知错 属下知错 公主 属下也是为了您的安危着想 毕竟这两个人 实在是看着眼神 能否把他们的腰牌 拿出来看一下 极有私礼 本宫的贴身侍卫 你们也敢盘查 不要脑袋了吗 我可告诉你们 我的二哥哥 现在只是代为监国 还没有正式登基呢 如果你们再敢盘查我的侍卫 别怪我日后找你们算证 公主息怒 公主万福 属下告退 还算你实相 好 张宁 真极致 吓死门宫了 吓死我了 走吧 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 闻人姐姐 你觉不觉得 我们这次回到长安 变了很多 对啊 是没有以前热闹了 街上的人少了很多 店铺也关了一大半 才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长安怎么就变成这样了 听说圣上重病不肴 现在 由二皇子把持朝政 太阴向专横跋扈 肆意妄为 现在整个长安 都弄得人心惶惶 乌烟瘴气 你说 如果换了是宜泽 长安一定不会是 现在这个样子吧 软妹妹 你不用担心 宜泽她一定会回来的 她舍不下大家 更舍不下你软妹妹啊 闻人姐姐 我最近 常常在想 如果我们真的足够幸运 能够活着从刘月城回来 难道真的要让一泽 陪我避世隐居一辈子吗 他是皇帝的儿子 又是那么聪明 那么好的一个人 他应该 去做一些更重要的事情吧 阮妹妹 闻人姑娘 二阮姑娘也在呀 岳夫人好 岳夫人找我 多日不见闻人姑娘 有些事 我想和你单独谈谈 闻人姐姐 我肚子好饿 想去找点吃的 你就陪夫人聊吧 坐吧 闻人姑娘 这次你来岳府 好像一直在躲着我呀 我没有 我知道你该记恨我 当初若不是我施养 也不至于让你一个人离开 夫人 那是我自己的决定 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我今天找你 就是想跟你道个歉 当初 怪我 不应该跟你说那些自私的话 害你孤身犯险 而且 还差点误了你们的大事 夫人 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 说实话 我 实在是没脸见你们 当初 我答应你 不让无意涉险 我 失言了 这是依儿他自己的选择 怨不得你 夫人 我们马上就要去刘岳城了 我不瞒你 这一去 生死难料 你真的舍得无意 跟我们走吗 当然舍不得 没有一个做母亲的 会舍得让自己的孩子去冒险 不过我尊重义儿他自己的决定 就像当初 就像当初 我师父 他决定把我当作 下一人天玄教掌门来培养 可我呢 不甘心一辈子困在南疆 一心想闯荡江户 自问我这个人 是一个随性自由的人 可是做了母亲久了以后 却忘了一个人的路 终归是要靠自己去走的 从小到大 我和老爷对义儿 就没有太多的期望 只希望他能成为一个正直善良的人 可现在义儿 为了天下人 做出如此勇敢的决定 对于我们来说 难道不应该骄傲吗 夫人 你放心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 一定拼尽全力 会无意周全 傻姑娘 哪有女孩保护男孩的道理啊 应该一眼保护你才对啊 再说 我还等着 喝你们俩的喜酒呢 这 赵宁 等一下 你不觉得奇怪吗 怎么一个人都没有 这 先不管了 救父皇要紧 三哥哥 走 快 父皇 父皇 找您来看你了 怎么没人呢 糟了 中计了 快走 快快快快 快 怎么办 人呢 我 他们早有埋伏 我们还是先撤出皇宫 再从长计议 走 你真不愧是二皇子的亲妹妹 我正愁怎么找他们呢 你就把他们送上红了 你是谁 你不是我的二哥哥 解一之徒 我们终于见面了 是吗 是吗 原来二皇子一直被你操控 姨子 你也说他不是二皇子 之前我便觉得奇怪 二皇子的兄弟 怎么会骤然间突飞猛击 原来 太花冠的弟子 果然有些见识 你究竟是谁 你把我的父皇怎么样了 不必多问 待会儿 你们都会跟他团聚的 韩光 招命见戏 果然在你手上 问你什么事 哈哈哈哈 你们千兮万苦找招命见 不就是为了破开福西结界 将我彻底铲除吗 我又怎么不放 难道 你就是刘月成中的心魔 什么 心魔 聪明 可惜我这个人 最讨厌聪明人 都去死吧 可惜我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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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带着人走 来 赵宁 赵宁 在这儿等我们 好 乌银哥哥 小心 走 武艺 赵宁 赵宁 少女 少女 把他打死 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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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嫌疑之徒 二皇子身上扶着的 不过是我身上的一羽邏輯 倘若你敢轻举妄动 我就让他死无葬身之地 你快放了他 那就要看你听不听我的话了 你想怎么样 简单 把你手上的剑给我 吴亦哥哥 不要听他的话 吴亦哥哥 吴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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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伤害他 吴亦哥哥 没有韩光剑 你是打不过他的 不要管我 不要管我 就算你们为我死了 他也不会放过我的 小薯 我 PAUL